继《墨语云间玫瑰的故事》两部热播剧先后收官 暑期档角逐正式拉开帷幕 前有罗云熙送一条大梁的《严心记空降》开播 后有杨子、张婉逸 谭剑次等人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官宣定档7月8日上线与观众见面 再加上杨子凭借《长相思1》入围白玉兰事后争夺 可谓是双喜临门 众所周知 本次总共有五位女星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 分别是任素希、周迅、严妮、唐燕以及杨子 其中任素希、周迅和严妮都是公认的实力派 入围可谓是实至名归 唐燕作为八五花代表 虽然之前作品人气都不如杨蜜 但是三年魔一剑带着繁花成功逆袭 这次能够入围也是情理之中 而杨子作为90后发展势头最猛的小花 虽然香蜜亲爱的热爱的以及长相思等爆款不断 但是一直在偶像剧领域打转 即便是爆火的长相思也是古偶 这次她凭借长相思一周小妖一角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 虽然有很多人支持 但是也存在极大争议 要知道白玉兰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剧三大奖项之一 不仅获奖的演员 她未会飞升 就连提名也是莫大的肯定 杨子这次能够与周迅严密等人一同入围 已经将同期小花远远甩在了身后 本以为如此好的曝光机会 杨子一定会抓住机会证明自己 谁知她却确认缺席了 6月27日 杨子出发法国巴黎的路透曝光 当天杨子身穿白色T恤 搭配蓝色牛仔裤 头上戴着装红色运动帽 整个人状态大好 而她这次之所以在白玉兰开幕前夕出国 目的就是为了当巴黎奥运会的火炬手 以国人身份参加奥运会 并且还当火炬手 可谓是为国争光了 但对于杨子为当火炬手 放弃出席白玉兰颁奖礼 很多人觉得她是得不偿失 白白失去了如此好的曝光机会 实则她的选择非常明智 要知道早在杨子入围事后的消息传出时 就已经有大量网友不满 质疑她并没有入围的资格 吐槽她能够和周迅等人相提并论 就是笑话 光是提名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 不敢想象杨子如果得奖会掀起怎样分波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看杨子获奖的概率并不大 到时稍微不注意表情管理或者什么的 免不了会被补分捉影 即便杨子在颁奖礼上言行举止恰当 也会被朝陪跑 如今去当火炬手 能够名正言顺窃息白玉兰 不得不说是非常凝质的结定 就如赵丽颖窃息嘎纳红毯一样 如果她和杨幂一起现身 多少都会被朝 但是因为拍戏不去 就有正道理由了 而杨子这次没有因为提名就沾沾自喜 依旧选择了稳步发育 可见其对事业规划真的很清晰 最后陆瑶之玛丽 不管是普通打工人还是演员明星 最终都要靠实力说话 杨子她是演戏多年 演技进步肉眼可见 这次入围白玉兰已经大有所获 相信她未来可期 你们觉得这次谁能拿下 白玉兰事后的桂冠 这次入围白玉兰事后的桂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